从他冷酷无情的眼神里 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最狠的检察官 虽然他出生于权贵世家 但他为了追求最高权力 不惜大刀阔斧亲自调查妹妹婆嫁的周星集团 就是为了制造热点提高知名度 为此妹妹受到婆嫁人的刁难 刻意前来讨伐三顺 就连妈妈都帮着三顺说话 爷爷更是告诉他 就是因为是亲家才必须查一下 看到自己如此不受待见 只好将怒火发到了三顺身上 第二天检察长 被他气得直上头 甚至不惜跪下来求他 不要再调查周星集团的事 不然这样下去会连累整个检察厅 这时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 检察长慌忙站了起来 走进来的是高部长 原本他和三顺是夫妻 现在两人离婚后都不想搭理对方 检察长希望两人离婚时节的恩怨 不要打破别人的饭碗来解决 并把周星的案件交给高部长处理 不然的话就把你们都调去乡下 可三顺还是坚持亲自追查到底 丝毫不把检察长放在眼里 另一边民政局长找到三顺的父亲韩部长 希望他的女儿不要搅乱这盘局 还特意提醒韩部长 自古以来威胁王的最大敌人 就是他最聪明的子女 可韩部长表示自己老了 希望隐退江湖安度晚年 但这样的梦想是任何权贵都无法实现的 韩部长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话锋一转 问他圣诞基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局长听后立马愣躲 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到了第二天 检察长就告诉三顺一个好消息 周星集团愿意交出二把手接受调查 但三顺明白交出来的只是个替罪羊 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自己 可检察长让他想一下 他们可是一家人 家人当然有可能这样做 必要时帮别人顶罪 你以后难道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这句话瞬间让三顺陷入了沉思 原来在三顺小的时候 他曾亲眼目睹家族的权力纷争 爷爷将无辜的姑婆交出去顶罪 这正是权贵家族里丑陋的一面 在这样的环境中促使他对最高权力的向往 而且他还得到爷爷的支持 爷爷让韩部长不要和周星集团有任何联盟 但韩部长却说那也是小女儿的婆家人 然而到了第二天 由于周星集团神秘的圣诞基金问题 又一个人选择跳河自尽